美國媒體星期三報導 拜登總統的助手在另一個地點發現 拜登任副總統期間另一批機密文件 白宮暫時未有就事件逐出回應 烏克蘭官員說俄羅斯正在增兵 但烏克蘭的軍隊仍然在索奈達爾奮戰 星期三發布的視頻顯示 烏軍在集結的同時進行醫療轉移行動 中國官方媒體說 一輛汽車星期三在廣州的馬路上衝撞行人 造成5個人死亡13人受傷 以色列軍方說一名巴勒斯坦人 在西岸定居點附近刺傷一個以色列人之後 被一名平民槍殺 這是星期三的第二宗致命事件 兩間紐約市醫院與數二千計的護士 達成臨時協議 結束本星期的罷工行動 詞絲說